各位朋友大家好 新年上角跟大家辦一個年 恭祝大家三星拱照平安地 五福星臨吉慶家 三星大家都知道是福六壽三星 五福是什麼呢? 就是長壽、富貴、康寧、好德和善宗 其實一個家庭每個都想家業興盛 人口和和順順的 怎麼做得到呢?有三點 曾國凡說過 他說家運的興往在於和睦、孝道和勤劍 如果能夠做到 家庭一定和和美美、熱熱鬧鬧的 曾國凡、曾文正宮 他一生的仕途是步步高盛 家族開枝散葉、長盛不須 所以跟他的優良家訓很有關係 他認為一個家庭走向興旺的三個徵兆 你有一個都很好的 他的三個第一就是勤劍 這個是持家之道 他的家書曾寫過 勤劍節約未有不興 嬌且眷台未有不敗 所以他是很善於持家 他不僅身高居為 還有很多家族子弟都培養成為國家的動量 增加代友、人才背出 和曾國凡推崇勤劍是很有密切關係的 因為大富猶天、小富猶劍 如果一個人追逐奢侈的家庭 他的家風一定是浩日護老 更加會有重情聲色犬馬的不肖弟子 這些家庭一定是非不絕 麻煩不斷 那怎樣可以興旺呢? 只有勤劍節約的家庭 他的子弟不理他是不是成才也好 最少他不會鋪張浪費 揮霍道日 那就拜家了 如果人人都能夠以勤劍來持家 家到怎樣不可以輕盛呢? 第二點就是孝道 這是顧家的基本 鬼谷子說過 世間善事中和孝 天下良謀獨與家 古人說過 天無法不通 家無虧而散 即是說家庭如果沒有一個規則 你怎能夠持家呢? 百幸是以孝為先 所以一個家庭最大的規矩 就是要孝了 對父母要孝順 對長輩要尊重 去到尊師中 一個不孝順父母的人 在社會裡只會受人批評 怎能夠輕家旺業呢? 就算你的事業做得多成功也好 你都會留有話柄 孝是好像流水一樣 如果你上代截了流水 你下代就乾顧了 如果想家庭細水長流 長盛不須 就要全成孝道 讓子孫後人尊勞外游 才能夠做出興旺 第三就是和睦 這是興家之本 《處世原鏡》說過 未有淚氣結然 而家不須敗者 未有和氣遂言 而家不吉昌者 真正令到家庭欺望的 不是財富的多少 其實有時 金錢越多 越容易招和 如果一家人 因為離而生怨 那不如平平淡淡過日子 更幸福美好 因為 零食開眉足 莫食愁眉飯 一個家庭 不止對內對外 都要以和為貴 和氣是興家之本 只有和和睦睦 才能夠家和萬事興 你說是不是? 所以曾國藩說得沒錯 勤劍孝道和睦 對家庭很重要 想家庭興旺昌盛 大家我們努力 祝大家新年快樂 新体健康 多謝你們的收聽